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善文Jonathan Wu 我是胡家隆 欢迎收看《投资理财天地》 Jonathan 上星期和大家说 新的财政年度之下不同的投资系统 就这星期你延续这个话题 没错 大家可能会看到 几个月前联邦政府宣布了一个新的退休金税 而这个退休金税的生效日期 就是2025年7月1日 就要过了下一次联邦政府大选 所以如果大家选入工党的话 这个新的税就会有生效力 简单来说 我们上个星期就是讨论 三种不同的投资系统 那这三个系统呢 全部都是令到你一分钱税都不需要给的 就是A 就是用分自己个人名去做投资 用尽免税额 B就是养老金户口上限额190万1位 C就是用自住屋 因为自住屋又不需要给资本增值税 以及在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 不算在资产的测验里面 今天以下讲过五种投资系统 就是所一样都要给税的 不过如果你混合来用的话 就很可能就会减低你所需要给的税 因为好像上个星期所说 这些系统和你怎么混合去用呢 就是比较复杂的 那就找你的理财师 就做一个意见才好做 自己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些计划 第四个系统就是退休金 不过退休金我们说的是 積蓄的退休金 不是养老金户口 因为退休金有两种 一种就是工钱进去那种 一种就是抽钱出来 上个星期说了抽钱出来那种 今个星期就是工钱进去的退休金 这种类退休金 虽然在养老金的角度来看 你的上限额是刚刚过了的7月1号 就是190万 不过事实上在法律里面 你有多少钱去积蓄 在退休金户口 事实上是没有上限额 只是供钱进去就有上限额 今天我们不是讨论 供钱进去 不过大家就要留意这件事 如果在退休金里面 特别是如果你个人本身的 边际税率已经最高了 假如是47%的话 你用退休金去帮你做投资 那个税是低很多 因为收入税是15% 资本增值税是10% 如果你已经持住了这个资金超过12个月 不但之是这样 如果你退休金里面所收入股息的话 如果股息是Franced Dividend 大部分上司公司所派出来的股息 都是Franced Dividend 可以对冲你本身所需要付的税 所以这个税务优惠也比较吸引 第五个系统 就是说回退休金 不过是退休金部分是超过300万 这个就是针对新所宣布的退休金的税 因为这个就是刚才所说 是2025年7月1日才会生效率 那就是用2025年26年的财政年度 就计算你退休金的总数有多大 不过是哪一个日期去计算呢 虽然是25年7月1日开始这个新的税 事实上是2026年的6月30日 才去看你退休金的总数有多大 而那一段是超过300万 就要引起这个新的税 有些人误导了这个税 就觉得如果是新的15%的税 加上就是30% 那30%是很多的 不过事实上不是这样 这个新的15%就是说 你那一段在6月30日去计算 是超过300万那一段赚回来的钱 就要付15% 多于本身的15% 那一段是要付30% 这个新的税就引起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资本增值 因为平常呢 你是卖走一个资产 才需要打资本增值税 这个新的退休金的15%税 就是你未卖走 你仍然已经要付15% 因为它只是用回你的退休金 户口的总数来计算 不是你那个财政年度 又买出买入 这个是完全不计算的 那这个因素大家就要考虑 家庭信托 家庭信托 是很多比较有钱的家庭常用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投资系统你又怎样看呢 这个系统就比较特别 因为和退休金就有些分别 那一个家庭信托 基本上就是 那信托里面 就拿着一笔资产 而这笔资产 是为了那个信托里面的一批受益人 英文叫做Beneficiary 那我们通常 我们帮客去考虑这一种类的系统 是因为他们本身 譬如一个家庭有两夫妻 再加上两个小朋友 那两夫妻的编制税率是比较高的 那假如我们有一个家庭 就是两个大人两个子女 而那个父母 就是编制税率是47% 就是最高的 而两个小朋友是成年人 不过他们还在读书 没有其他收入 那两夫妻就是去见我们 我们帮她成立了一个家庭信托 就是供一笔钱下去 那这种类的工钱 进入一个家庭信托 是没有好像退休那样有上限的限制 那在这个信托里面 所赚回来的钱 就是每一年 大家要记得 赚回来的钱 是要派出来给收益人 不过通常我们就会看 哪个税率 哪个最高哪个最低 就是派的钱出来 就给回比较低的 哪个税率的收益人 在这个例子里面 当然就是那两个学生 有个好处就是 可以这样派的钱 选择哪个最低的便制税 就派出来给她 就可以减低所需要的税 不过一个坏处 就是每一年肯定要派出来 所赚回来的钱 同一时间 如果那个财政年度 那个信托是蚀钱的话 你就不可以派出来 不过可以对冲回那一年 或者将来的资本增值 和收入的 同一时间 信托就可以达到 那个资本增值 税务优惠可以减一半 如果本身那个信托 拿着那个资产 是超过12个月的 有一个警告 大家要记得 如果你开这种家庭信托的话 而本身的信托的收益人 是包括一个海外的人士 或者公司的话 如果那个信托拿着物业的话 你还要给多一层税 这个很多时候就不值 大家要留意 在另外一方面 私人的投资公司 你又怎样看呢 私人投资公司 就是另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 就是可能你会考虑 如果譬如 你的小鸚仔 已经成年人 他们的边际税率 已经是最高 或者你没有小朋友 私人公司 或者私人投资公司 基本上你成立一个公司 供一笔钱下去 你做投资 跟退休金有点相似 你就是A 不要上下牙 和B 你不断地那些钱在里面 不停滚 你可以不停累积 那些投资的回报率 继续滚下去 公司的税率 就是25%至30% 看看本身那间公司 是只是用来做投资 或者那间公司 是真正在做生意 在派出来的股息角度来看 如果那间公司 是派股息出来给股东的话 那间公司本身 会派出来给股东 那股东可以用着 让自己去对冲 他所需的税 不过有一个坏处 就是公司 是不可以达到资本增值 税务优惠 像个人或者信托那样 不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一种的构固 就是本身 你开了一个家庭信托 家庭信托下面一位受益人 是一间公司 那就不需要派钱给个人 那间公司就可以不断累积钱 去做投资 不需要派给个人 去给最高的变势率 那最后的系统 就是用投资债券和慈善 投资债券 可能会符合到 有些人是 变势率高过30% 和他们年轻人 譬如他们是年轻过50岁左右 因为投资债券 你投资了十年之后 可以一筆抽出来 是一分钱的资本增值税 都不需要付 第二个角度就是慈善 你可以开一个私人的慈善基金 可以自己供钱进去 用来扣税 或者如果你不够50万的话 你可以用其他公共的慈善基金 供钱进去 仍然都可以扣到税 这就是八种不同种类的投资系统 最后 我们有什么策略可以考虑 最重要的是 你和李理财斯设计了这个计划 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是永远都是这样 因为法律会不停变 而我们见到在我们经验上 退休金的法律会越来越紧 所以用投资信托 投资债券 私人投资公司 是很好用的 因为这些系统 一样都可以积累一笔钱 你需要用那时才派出来 特别是用私人投资公司 最后一样东西都要考虑 就是在澳洲 虽然现在没有任何很传统的遗产税 不过在退休金的角度 还有一种税 很多人没有留意到 就是17%的 退休金的税 这笔钱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 是小过75岁 仍然可以考虑一个方法 可以减低这个税务的问题 就很快点去见回你的理财斯 看看可否你帮你的受益人 通常你的子女 减低他们将来所需要的税 好吗 大家会留意到 过去这12个月 投资组合的回报率 如果够分散的话 是一般的 因为利息不断地上升 就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 特别是对股票市场 你可能在想 某些基金跌了 我应该现在卖走 不过事实上 很多时候相反来看过 升了基金 可能应该卖走 跌了基金 可能加码 这个就是 那个投资者 和他的投资 那个回报率的分别 因为很多投资者说 这个基金的长期回报率 那么高 为什么我达不到这个回报呢 因为他们太早卖走 或者太迟买入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长期的计划 和你的理财师 是够分散 去投资你的钱的话 你应该 这个计划 不要变来变去 不要卖出 买入太多了 时间差不多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